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年关过了吗 我不知道今年你闯过的是什么关 因为每个人好像生命的遭遇跟正在进行的都不太一样 你的生命周期所面对的困境也不一样 我不知道你最近闯过哪个关 是情关呢 还是前关 还是生死关 那今天农历应该是初几啊 今天是初九 那我们在座五十岁以上的人 大概都知道关于农历过年有一首歌谣 台湾歌谣叫做正月调 他把初一到十五的年节做了一些交代 而且非常的清楚 有人会背吗 初一早 初一早 初三勒 初四要做啥 初四接身 初五勒 初五就隔开了 表示生活要回到常轨了 但是初六呢 初一到初五吃太饱了 所以要腌肥 初六腌肥 那初七呢 七元也是一个完全数 到了初八呢 过年的东西大概都吃的差不多了 初八就完全 那初九是拜天宫 那很奇怪 他们的玉皇大帝也有生日 换句话说 他不是自有永有的 是被生的 是被生的 然后初十呢 因为拜完了玉皇大帝 拜完了天宫 又有吃的东西了 所以我小时候 我的爸爸说 拜啥 拜嘴康 拜给祖星 因为拜完就有的吃了 都是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去 然后十一呢 要请兼职 十二呢 女儿子要回来 就要吃安眠 配瓜菜 那到了十三呢 是关老爷的生日 十四呢 月已经圆得差不多了 十五就是元宵 那这个正月调呢 让我们看到在农业的时代呢 没有初一到十五年 是没有算过完的 当然我们现在是工商业社会 然后各位都信了主了 我们已经不再被这些年节的东西绑住 可是呢 心情上 大部分的人还不免停留在什么 还停留在过节的氛围当中 我们巴不得 能不能不要那么快 就回到工作岗位 过去好几个学期 都是一过完年就开学了 还好今年 过年稍微早一点 很多的学生还有一点点寒假 那当我们的心情 还在调适的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 无论过多久 我们还是得回到生活的常轨 所以怪不得很多的上班族跟学生呢 都得学阿兵哥 阿兵哥在过完假的时候 要有收心操 就是提醒自己 不能再放松了 需要打起精神 然后呢 需要振作起来 来面对生活当中的常轨 跟每一天该运作 该面对的事 当你跟我重新要把生活 调回到常轨的时候 要面对真实的人生 我们得卷起袖子 我们要重新迎接 生活的种种压力 还有工作的冲击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请问你觉得 你最需要的会是什么 好不好 让我们跟前后左右的朋友 再一次high five彼此加油 你跟他说一句话叫做 神应许日子如何 力量就必如何 无论未来新的一年 我们会经历什么 主说日子如何 力量就必如何 我们永远都有够用的恩典 来对应我们眼前 所有要走的路 那曾经有一个讲员 他受邀到向一群社会名流 来演讲 那他演讲的时候 引用了一段 他在中国听到的故事 故事是这么说的 他说有一个百发百中的神射手 就到了一个地方 被认出来了 被认出来了 那在地方人士盛情的鼓励之下 他就开始怎么样 就开始表演了他那个百步穿扬的绝技 当射完了见 众人都拍手叫好的时候 给他最大的喝彩的时候 就听到人群当中 有一个人冷冷的说 这没什么了 这不过是熟能生巧而已 听在这个神射手的耳朵里头 他老大不高兴 他就转头问那个人说 那你能够设得像我这么准吗 这个人 这个老乡他说 我告诉你 我没有办法设件设得像你这么准 但是我还是觉得 这没什么了不起 只不过是勤练以后 熟能生巧而已 我是个卖油的 别的我不敢说 但是说到准或不准呢 我倒是有两下子可以绣给你看 他就把身边的油篓子拿起来 然后跟人群当中要了一个窄口的油瓶 然后他就把油篓子整个举高高 就开始倒油 你知道吗 从开始倒油那一刹那到油瓶之间 那超过一丈的距离 他把油罐子倒满了 然后油篓子收起来 没有一滴掉在外面 而且刚好倒满 这也是绝技 所有的人就开始鼓掌喝彩 然后开始吆喝说 哇 真的是很棒 然后这个老乡就很谦卑的说 没什么 没什么 我靠这个吃饭 这只是熟能生巧而已 熟能生巧而已 那你知道这个讲员 他引用这个故事 他是勉励在场所有的听众 他谈到说 其实我们这一生当中 花最多时间重复练习的 我们最熟悉的 重复在经历 重复在练习的 这一切慢慢会成为你生活的性格 会成为你的能力 会成为你的人生 你如果花更多的时间练习 并且学习手艺 你有可能成为那一行的行家 但是如果你花更多的时间 你来抱怨这个 抱怨那个 那么你慢慢就会变成一个 凡事都不满足 抱怨 挑剔 难以相处 在人际关系当中的大书家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这新的一年 我想问你的是 你究竟想练就一生 什么样的功夫呢 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你今年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呢 你我一天都是24小时 那就看我们把时间要用在哪里 那就看我们每一天重复 练习的会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是会练习 用来更多的熟悉神的话 更多的来练习 操练跟神亲密的关系 更多的来学习 怎么样让生活信仰化 让信仰也生活化 还是你会继续将你的时间 耗在电视机前面 无论是韩剧 港剧 或者中国大陆的历史剧 我们更多的花时间在那里 我们就会更多的 被它形塑跟影响 我们更多的重复做的事 慢慢就会成为你的一部分 成为你做熟练的 而且成为你的性格 成为你的人生 你希望把时间用在哪里呢 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 也有一个很古老的故事 谈到说 只要功夫生铁柱能够怎么样 磨成绣花针 对吗 那其实如果你问现在的 一世代的年轻人 他会觉得干嘛那么无聊浪费时间 没事干嘛要把铁柱磨成绣花针 买现成的不就好了吗 是不是 其实问题是在于 在任何一个领域 如果你希望能够拙然成家 都得付代价 都得付代价 你必须下很深的功夫 去磨出真本领 真本事来 否则呢 我们大概就能停留在 眼高 手低 说风凉话 到最后还是一事无成 那我相信这绝对不会是 你想要过的人生 对吗 圣经明明提醒我们说 成圣需要功夫 成圣需要功夫 基督徒这一生的信仰 要扎根才能够慢慢成长 那请问在信仰当中 在灵命当中成长 会是你的渴望吗 还是你已经 对于目前 这样的基督徒的生命 已经很满意了呢 或者你已经满足 习惯过一个普普通通 灵命收手或者肤浅 甚至凡事留在抱怨里头的 一个宗教徒的生活 或者其实你很深的渴望 你希望能够过一个 有生命 有能力 能够改变自己 还能够改变环境 又能够影响别人的真基督徒 你期待过这样的生活吗 今天我们来读 《出埃及记》第十五章 请大家翻开《出埃及记》第十五章 想带大家读一段蛮熟悉的经文 从十九节 我们要读到第二十七节 《出埃及记》十五章 十九到二十七节 好 我们投影片打得出来吗 因为有些人可能没有办法 那如果你手机有纸本 或者有什么都可以 来 我们一起来读十九到二十七 请 法老的马匹车辆和马兵下到海中 耶克华使海水回流 淹没他们 唯有以色列人在海中走干地 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安 手里拿着鼓 众妇女也跟着她出去 拿鼓跳舞 米利安应声说 你们要歌颂耶克华 因她大大战胜 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摩西林 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 到了苏尔的旷野 在旷野走了三天 找不到水 到了马拉 不能喝那里的水 因为水苦 所以那地名叫马拉 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 我们喝什么呢 摩西呼求耶和华 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 他把树丢在水里 水就变甜了 耶和华在那里 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 在那里试验他们 又说 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 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留心听我的诫命 守我一切的律例 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 加在你身上 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 他们到了乙林 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 七十棵棕树 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一段是我们蛮熟悉的经文 谈到以色列人 在他们的呼求 在神奇妙的座位底下 借着食灾 终于让法老不得不认输 让以色列的这一群 在埃及为奴之地 已经非常辛苦 而且非常长久的日子 终于这个苦难可以结束了 他们急急忙忙的 在吃了逾越节的筵席以后 他们收拾家当 不但自己的家当 也把埃及人的财宝也收集了 他们一行浩浩荡荡 就匆匆地离开了埃及 但是其实走没多远 我们就知道 他们立刻遇到一个最大的危机 这一群人 有大人 有小孩 有老弱富儒 还有一群这些牛 羊 牲畜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 闲杂人等 我们都知道 一个大的队伍在运作 在迁移的时候 它是非常不容易的 非常不容易的 它速度一定会慢 而且一定会脱长 而且没有经过整倍的军队 是一群散兵游泳 在移动的时候 更有很多的突发状况 所以他们一路离开了埃及 又带着许许多多的财物 跟自己所有的家当 所以他们的速度铁定快不了 以至于他们的速度 慢到一个程度 让法老有时间后悔了 后悔的法老派出罪兵 可是偏偏这一群 以色列的会众 就走到了红海边 前面是红海 后面有罪兵 就在最大的危机 几乎就要丧命的一刹那 摩西举起了杖 我们就看见一个 历史上很难得的神迹 让东风吹来把红海分开 我不管许多的人 用什么样的手法来拍摄 但是如果你有机会 看到这个景象 你一定非常的震撼 你一定非常的震撼 红海因着东风的吹拂 竟然分开 而且竟然有了干地 可以让以色列的百姓 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 就过了红海 所以当他们一过红海 经历着莫大的神迹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非常的兴奋 都非常的兴奋 所以摩西的姐妹米利安 就带着大家 拿着手骨带大家一起 欢乐跳舞赞美 为什么 不但他们逃避了追杀的灾难 眼看着法老的兵马 完完全全的淹没在红海里面 这是我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的电影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数位科技 就已经让我很震撼了 后来再看到现在新的电影拍摄的手法 可以把这个萤幕描摹得更加的传神 你就会发现人在经历一个 从来没有经历过大而可畏的神迹的时候 那种心理的震撼是久久不能自己的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人的生命从出了埃及 到进入应许的迦南地 中间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学校 叫做旷野 今天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到 当他们经历了这么大的神迹以后 才走了不到三天的旷野路 那么大的最刺激最伟大的神迹 就已经什么呀 已经忘到脑后了 为什么 在旷野三天找不到水喝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很多的属灵人都会告诉我们 旷野是基督徒生命历练最美的学校 但是你铁定不会喜欢 在出埃及记十四章 其实有一句话 他谈到一件事情 当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 在比哈西路前 在密夺跟海的中间 对着巴黎喜分靠近海边安营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其实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 他们有更顺畅的路 因为就地理位置来讲 出了埃及要到迦南地 就地理位置来讲 其实并没有那么远 但是这一条路他们却走了四十年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圣经里头有谈到说 其实虽然非力士地的道路虽近 但是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 恐怕他们遇见打仗 后悔就回到埃及去了 好不容易可以脱离为奴之地 但是上帝非常清楚 这一群 无论你叫他死老百姓也好 活老百姓也好 从来没有受过打仗的训练 而且在复数的埃及 在安定的埃及 纵使为奴日子都还是很稳当的 而且如果你在好人家 那里还是夜夜升歌 酒池肉林 是一个很安定的日子 而且你为奴之地 在那里生活惯了 你也没有受过任何的训练 你是打不了仗的 遇到征战的是 你的心铁定消化 所以上帝做了一个决定 不让他们走平顺的道路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有时候或许你的人生 也会遇到一个景况 你会觉得上帝干嘛带我兜圈子呢 为什么不让我走一条快速的道路 让我走平坦一点的道路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 前面等着我们的是什么 我们也看不见自己 真的能够承受跟面对的是什么 可是神却看到了 很多稍微有一点生命经历的人 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走捷径朝短线 常常的结果会叫做什么 欲速则不达 看起来是捷径 看起来是好走的路 但是背后付上的代价 却是你难以承受的 非利式的道路虽然静 上帝却决定不领他们 祂让圆柱火柱 带领他们走不好走的路 偏远的路 甚至带着他们绕圈子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你的人生 曾经走过多少冤枉路 但是你能不能稍微再回顾一下 那走过的路真的是冤枉路吗 在走过的冤枉路当中 有没有很宝贵的生命功课 其实是神教导你的呢 或者你的人生经历里面 有没有真的遇到 你很想炒短线 很想超捷径 结果却跌个四脚朝天 甚至让你觉得得不偿失的经验 我相信你一定有这样的经验 原来绕旷野路 竟然会是神的美意 在《出埃及记》十四章 其实稍微有讲一下 因为上帝很清楚的知道 法老的性格 他也知道以色列人的困境 跟他的难处 他们是不会打仗的百姓 而且一遇到战事 一定铁钉就慌了 就愣在那里的 然后偏偏这个法老的性格 绝不会轻易就让以色列人 搜刮了他们境内的财物 就这样子大摇大摆地 离开他的国家 他失去了这一群 可以使用的人力 他咽不下这一口气 所以他料到法老一定会派追兵追出来 但是上帝却带着以色列的百姓 在旷野绕行 而这个绕行的过程 让法老突然间以为说 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 铁钉是在旷野当中迷路了 空间迷向也好 或者在沙漠当中迷路 你找不到方向 这是非常正常的 法老的心里面就再一次的被激动说 这下让我逮着机会了 旷野已经把他们困住了 我就得拆派大军去追杀他们 你知道吗 当法老这个决定一做出来 派着追兵 派着战马 战车 追出来以后到了红海 他们想说这下子 这是一个活活的屠宰场 他可以大泄心头之恨 他怎么样都没有料到 当他的精锐尽出 眼看着到手的肥羊 所有的财物都可以再走回来的 拿回来的时候 谁知道 红海却分开 他眼睁睁地看着 以色列的百姓走过了红海 于是他迫不及待地 就追过去的时候 没有想到埃及最精锐的部队 通通葬送在红海 哪怕他以后有心 想要继续追到西奈半岛 继续追到迦南地 他都有心无力 因为他的精锐 全部葬送在海底 最近有新闻谈到说 的确有人在红海里头 看到了埃及的古物 埃及的战车的这些遗物 那其实这些东西 不只是圣经上的记载 我们也都看到 历史正在慢慢地还原 神所做的大事 可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一群死老百姓 活老百姓没有受过训练的精锐 没有受过精锐训练的这些百姓们 你知道在旷野这绕行的过程当中 在神一步一步地带领他们的过程当中 他们很多的生命慢慢地改变 新的一代出来脱胎换骨 你知道吗 这一群活老百姓变成在耶利哥城 那些敌人高大壮硕的敌人 听了就闻风尚胆的精锐 他们听到耶和华的军队要来 心都消化了 而这个过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我们知道一个部队要成为一个精锐 它是要经过非常严格的训练的 需要有很多很多的磨练的 但是从被奴之地的百姓 到精锐的耶和华的军队 这当中有四十年的过程 所以我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或许知道你也有心 期待在未来的年日 成为耶和华手中的精兵跟器皿 但是你能耐得住性子 在旷野的学校当中被神锻炼 被神琢磨吗 你知道当以色列的百姓习惯了 他们甚至会忽略 甚至会轻看神的恩典 你要知道当这一群 很少在旷野求生的百姓 浩浩荡荡地带着家小 带着牲畜 就匆匆地走进沙漠旷野地 你知道要面对的是什么吗 稍微路过营的人就知道 真的是出外一点都不好玩 光是一家人要路个营 就有那么多麻烦的事 但是几百万的以色列的百姓 有老有少在旷野要过日子 要行进 要树营 要有吃的 要有喝的 你光想你头都发麻 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上帝却让一开始就有云柱火柱 走在前面带领他们 聪明的你可以告诉我 云柱做什么 火柱做什么吗 云柱可以为他们遮太阳 请问沙漠旷野的阳光 厉不厉害 真的是很厉害 在西纳半岛 那个旷野几乎是寸草不生 除了干旱的土 就是花岗岩 走好远你都看不到一棵树 看不到一点水的 但是上帝却用火柱 为他们遮住了白天 那炙热的阳光 而晚上在旷野一片漆黑的时候 却有火柱引领他们的方向 照亮了整个营区 使他们随时都可以感受得到 上帝为他们遮阳 上帝为他们点灯 他们不孤单 知道神一路与他们同行 但是你很难想象 人性很奇怪 很多时候当我们慢慢习惯了 我们就开始觉得不稀罕了 当我们慢慢已经习惯了 我们甚至就忽略了 其实一直都有人在付代价 一直都有人守在那个地方 以色列的百姓习惯了云柱火柱 他们竟然就轻看了神同在的恩典 在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 遇到一些不顺利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责怪摩西 开始抱怨神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他们已经习惯了大自然 甚至是超自然的神迹 结果却让他们忽略了 上帝同在的恩典 这会不会也是我们有时候 生命的景况呢 我们都习惯看新奇的事 越刺激越新奇的事 然后看得越多就越麻木 就想要看更刺激更新奇的 所以为什么看武侠片也好 看动作片也好 会让你看到最后 你不但会上演 而且想要看更刺激更血腥的 人的知觉慢慢会被剥削 甚至会被怎么样 会被麻木 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刺激 我们需要更多的 让我们觉得新奇的事物 因为喜新厌旧 是人性非常根深彻底的毛病 我们会不会太习惯 你的另一半对你的付出 甚至到最后 你变得只会挑他的毛病 你会不会已经太习惯 家里有自动提款机 那以至于你忽略了 跟他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的宝贵 有时候我们太平常了 都会觉得天塌下来 自然有高个子挡着 我们却忘了 其实维持生活的常规 有人付很大的代价 我们有时候都会觉得 那天生付代价的人 一定是比我们强的 所以他大概也不会有需要 所以通常家里面最被忽略的 常常是那个坐牛坐马的那一个 因为他习惯付出 大家都以为他够强 他不需要 以至于他的需要被忽略 他不被关注 到最后他只能很哀怨的说 我为谁辛苦 为谁忙 我们太习惯了 以色列的百姓太习惯 云住火住 但是稍微生活不顺 他们就开始埋怨 难怪摩西会在诗篇90篇的 祷告里面 求神指教他 能够数算自己的日子 数算日子 数算恩典 才能够得着智慧的心 否则我们把很多的东西 都看成理所当然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今天可以过顺当的日子 你知道你的家 有多少人在附带家 今天我们可以坐在这里 享受这个空间 你知道有多少人 必须一早就做预备的工作 我们离开的时候 有多少人 必须做善后的工作 许多的事情 都不是那么理所当然 只是被我们忽略了 而以色列的百姓 忽略了神同在 一直同在的恩典 他们很快就忘了 神的大神迹 然后开始抱怨神 给他们的不够 你会觉得人性怎么这么奇怪 再伟大的神迹 其实都抵不过 逆境对人性的折磨 过红海那个超级兴奋 抵不过三天旷野路 没水喝 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 进入西奈半岛 他们的确没有想到 这一大片旷野 会在往后的四十年 成为神的百姓 接受熬练的生命学员 的确西奈旷野是世界上 最荒芜 最贫瘠 最辽阔的旷野之一 除了三轮交叠起伏 绵缘不绝 而且在鸿海跟崇山郡里之间 就是沙绿平原 然后没有什么绿色的植物 像找到一股泉 是非常的辛苦 但是这却是他们生命必经之路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你的人生道路 曾经走过几段的旷野路 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回顾一下 你真的会觉得 或者你真的有体会到 旷野是你生命的学校吗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 其实你现在正在旷野呢 或者我们当中有谁 已经绕了一段不算短的时间 可是还在绕 还是其实你早就已经进入了 应许迦南的美地 在承受你心情 你付上代价以后 你所耕耘的生命的结果呢 旷野是我们生命历练的学校 而从苏尔到玛拉 从玛拉到乙林 这一段旅程 也有它很特别的属灵的意义 你知道吗 纵使在逆境当中 神并没有远离他的百姓 你就知道 并没有因为百姓的埋怨 云柱火柱就立刻离开 也没有因为百姓的埋怨 神的恩典就不坐在他们身上 当他们抱怨 当他们在那里责骂责备摩西的时候 摩西受到的委屈 因为这也是一条他没有走过的路 这也是一趟他没有走过的旅程 还要带着这一群人 他没有办法 他只能往肚子里吞 然后去求告耶和华他的神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从以色列人 所走过的路 从摩西所留下来的记载 我们真的要记得一件事情 纵使你觉得生命的逆境 非常难熬的过程 神并没有远离你 只是你已经看不见 看不清楚他的记号 因为你对难处 把难处放大 已经盖过了你的眼睛 使你看不到神同在的标记 你稍微做一个实验你就知道 你把手放在这里 跟放在这里 它遮住你的视线 是不一样的 对吗 你把什么放大 你把什么放在眼前 你看到的 优先看到的 就是这一些东西 而周遭很多细微的东西 是会被你忽略的 所以你能不能真的 在逆境当中 还可以敏锐到发现 神的手并没有离开 神仍然与你同在 第二件非常美的学习 从苏尔到玛拉 从玛拉到乙林 有一个非常宝贵的 属灵的生命功课 叫做怨言跟负面情绪 竟然会跟环境互相作用 而且让逆境加倍的艰难 以色列的百姓 真的是这样子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 乌漏偏逢什么 连夜雨 然后行船又偏偏遇到什么 对头风 真的是祸不单行 对吗 可是你注意去看 当你的焦点 干你的情绪 一直都留在负面的时候 你会发现 接下来迎接你的 会是更多的负面 会是更多的负面 怨言跟负面的情绪 会跟环境互相作用 使逆境加倍的艰难 这也是人生的功课 我不知道你学过了没有 我自己吃了很多这样的亏 第三个 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却仍然很有耐心的 在指教我们 让我们学生命的功课 我们知道在马拉 马拉虽然有水可以喝 但是却是苦的 根本吞不下去 所以没有水可喝 这是个困境 有水又喝不得 更让你免心不关 对吗 你会觉得 真的是受不了这一苦气 可是上帝是 最懂得机会教育的 他却透过马拉的苦水 来对应了 以色列的百姓心中的苦水 透过马拉这个困境 也对应了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因为对生命的功课不了解 他们不断地酝酿 他们不断地投射 不断地用负面的情绪 来面对周遭的环境 面对他生命旅程的时候 他们所遭遇的 其实是更苦的 更难熬的 神却允许这件事情发生 但是神要指教他们功课 当他们的埋怨 当他们的责怪 换成了摩西求告神 他得到的结果是上帝就说 看到那棵树了吗 其他的树我都不要 就那一棵 我说的那一棵 你把那棵树砍下来 放到水里 水就变甜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神在指教我们很美的功课 顺服到蒙服的过程 顺服就是蒙服 不是一个属灵的口号跟八股 它是需要精力 需要学习的 耶稣所挂的那根木头 也是一棵树所划成的 但是那三根十字架里头 只有耶稣那根十字架 会带来救赎 或许在马拉 只要有泉的地方 一定会有其他的树 可是上帝却说 就那一棵 我不要别棵 就那一棵 你只要把那棵树 不管它是不是长得跟其他树都一样 但是我就是要那一棵 你把它砍下来放到水里就填了 你会觉得上帝在做什么无聊事吗 其实上帝在教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顺服是蒙服之道 我们不需要对祂的命令打折扣 我们只要单纯的相信 我们也不要以为别的树看起来差不多 我们就找到一个替代品 没有办法 神指定的就是对我们生命 真的能够产生益处的 我们的十字架永远是量身定做了 所以神指示的那一棵树 化苦水为甜水 而神在历史上也预备了一棵树 让耶稣挂在那个木头上 加略山的十架 也使我们的生命可以离苦得乐 使我们的人生完全改变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上帝就在马拉 让以色列的百姓停留了好几天 在那里做什么呢 在那里教导以色列的百姓学习 你们若留意听耶和华你们的话 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 留心听我的诫命 守我一切的律例 我就不把家与埃及人的疾病 加在你身上 上帝在那里教导 以色列的百姓要与神同行 要进入应许之地 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动词 是一定要学会的 第一个叫留意听 第二个叫做行 第三个叫做留心听 然后呢 要守一切的律例 其实这四个功课 没有一个是容易的 没有一个是容易的 留意听 又去行 留心听 又能守得住 其实这几乎等于违反了地心引力 因为它也违反了你我悖逆的本性 可是却这是我们生命蒙福 跟得着应许最宝贵的功课 问题是你愿意学吗 或者你学得好 或学得不好呢 从玛拉到乙林 其实并不远 他们走了三天 没有水就熬不下去了 其实从玛拉到乙林 这七里路只有一天的行程 他们如果再坚持一天 他们连玛拉的苦水都不用喝得到 但是他们却在玛拉 必须待很长的时间 学习怎么样顺服 学习怎么样不把神的话语打折扣 当他们如果意识到 原来从玛拉走到乙林 才七里路短短的 我们为什么要耗那么多时间在那里呢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都知道千金难买早知道 很多生命的功课 就是得走过你才学得会 今天最后想要跟大家彼此勉励的就是 在今天的经文里头 有一个生命的练习曲 是我们要练习的 我们一开始就谈到说 你花最多时间练习什么 它就会变成你的 会变成你最熟练的 会变成你的本能 会变你不需要思考 就可以蹦出来的反应模式 因为你一直在重复它 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 在旷野这四十年当中 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一直在重复什么 抱怨 所以我觉得在今年 新的一年开始 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 生命练习曲 就是我们能不能今年开始学习 放下抱怨的负面循环 重塑我们正面的信念系统 我觉得这是神今年 要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功课 按着人性 人们遇到问题总喜欢抱怨两句 其实抱怨跟身心健康 真的是息息相关的 也会影响你我的人际关系 不过你我都知道一件事情 抱怨绝对不会让你更快乐 抱怨也不会让我们就自动的 走向自己向往的人生目标 抱怨反倒会累积更多的负面情绪 降低自我的功能 然后甚至让旁边的人 不知道怎么跟你相处 退避三色 所以请你跟旁边的人说 是该跟抱怨说再见了 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我们免不了会用抱怨来发疏情绪 但是你有没有在抱怨的过程 发现一件事情 你一旦开始抱怨 不顺眼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然后你的负面情绪就越滚越大 教育部所编的字典里面 谈到抱怨是什么呢 抱怨有两种解释 一个是怀抱 心中怀抱着怨恨 另外一种呢 就是对他人诉说心中的不满跟怨恨 那相似的词汇呢 还有埋怨 诉苦 那我们稍微来看看怨这个字 怨这个含义 这个字呢 它除了恨以怨 还有哀愁在里面 所以我们常说一个愁眉苦脸的人 是很哀怨的样子 那其实我们就知道 他里头的光景是什么 他对生命已经失落了盼望 他充满了无力感 生活中不论大小事 都有可能成为我们抱怨的对象 抱怨的方式也因人而异 那有心理学家去研究 他说抱怨大概分成两大类型 一个叫外显形 如果你是性子比较急的人 你会就站起来 跳起来 然后跟人家争吵 然后就开始怎么样 开始大发脾气 那有的叫平和一点的人呢 大概就是念一念 嘴巴碎碎念 讲一讲 那还有一种是比较内隐形的 他虽然心中有很多的不满 可是只会在心里面低估 或者自己一个人躲到角落生闷气 然后呢不想要看到人 不想跟人家互动 可是不管是什么形式 抱怨里头都带着愤怒 憎恨 无力感 等等的负面情绪 台湾话有一句话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过 叫做 你会发现 当人在走霉运的时候 都是接踵而来 一连串都是负面的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深渊会跟深渊响应 哪里有腹臭 哪里就有苍蝇 你的生命的情况 跟你内在的情况 会吸引这样的事情 来到你的生命当中 所以就有心理学家提醒我们说 人一定要学会 要当心抱怨带来生命的副作用 土怨气可以呈一时之快 但是如果你每一天的生活 太频繁的抱怨 你过度的依赖抱怨 让别人看到你的需要 你就知道慢慢的你的人际关系 会越来越疏离 它带来一连串负面的作用 一个爱抱怨的人 他的人际关系会受到困难 一个爱抱怨的人 他的身心健康也会受到影响 最近有科学家研究神经学的科学家 谈到人的神经回路 是会按着你每一天经历的事情 跟你每一天的选择的反应 他的神经回路会自动的去 在那个部分强化 换句话说 你每一天用负面思考的人 你的神经回路自然 那个负面的东西就会越长越多 然后那个回路就越来越敏锐 越来越敏锐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很愿意动手脚 然后心情很愉快 很愿意看正向的 你的神经回路也慢慢的会往那边 发展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 一个对自己的生病充满了愤怒 没有盼望的人好得快 还是一个积极乐观开朗的人 他的生病好得快 这个不需要医学证实 在人生的观察当中 你都看得到的 原来负面情绪跟埋怨 真的会影响你的身心健康 包括你的脑部回路 你就会越来越习惯 成为负面的人格 成为负面的人 而且光是抱怨却不做出改变 它会限缩你的自我功能 你会慢慢失去能力 抱怨的时候 你的脑子会以为 当我一吐为快问题就解决了 就会自动跳过深思熟虑 跳过这个思考问题的过程 然后你就会限制你去解决 跟突破问题的能力 有很多人抱怨完了 以为问题解决了 但是在那么多含着情绪的怨言当中 其实对方在听的过程 就把心关起来了 他也不太想参与在你的 负面情绪里面 所以他就随便给你一个答复跟回应 给你一个建议 他不会认真的陪你一起好好的思考 我们该怎么面对怎么走出来 因为当你把抱怨投射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收到的是你的情绪 没有人喜欢跟别人的情绪 一起搅和在一起 他会选择把心门关起来 而且你知道抱怨 抱怨的对象如果是别人 那么你周遭的人会把心门关闭之外 你知道身心那种紧密连结的过程 你的抱怨的念头会让你的神经中枢 你的自律神经 甚至影响你的肌肉器官 跟你的内分泌系统 而攻击性愤怒的语言 会让你自己跟别人的身心 都受到影响 如果你抱怨的对象是自己 你老是怨叹自己命不好 能力不好 你没有好的家世背景 你没有好的容貌 那么你知道长期对自己的不满跟抱怨 会回过来攻击你的免疫系统吗 会 有许许多多的人 生命里头有太多的矛盾跟冲击 甚至他的自体免疫就出了问题 他的免疫系统 他的很多的这些免疫的细胞 起来攻击他自己的身体 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 而当我们更多的不满 我们到最后就会导致忧郁 甚至免疫系统的错乱 如果我们一直把不满投射在给别人的身上 我们有时候甚至会有攻击性的言语跟行动 然后我们丢出去的愤怒 通常你知道有一个自然率 叫做回生率 对吗 你丢愤怒出去 通常愤怒会不会消失 不但不会有加倍地回到你的身上 这个是反作用力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科学 医学跟人生经历都告诉我们 抱怨对你的生命一点好处都没有 那你还要继续过这样的人生吗 有没有其他抱怨之外的选择 是你可以做的呢 抱怨就是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自己讨厌 不喜欢的事情上面 然后让它作为借口 你却逃避了自己向往 却没有完成的目标 有一个牧师叫做鲍温牧师 他在世界各地演讲 他在推动一个叫做不抱怨的运动 他很清楚的谈到说 抱怨绝对不可能改善你的处境 抱怨只会让你的人生在原地打转 甚至让你离目标越来越远 而且过度的抱怨跟过度抱怨的习惯 会侵蚀人的身心健康跟人际关系 那是最不聪明的选择 所以我们必须学会怎么样转念 怎么样让神的心意在我们里头 怎么样了解神的作为 怎么样开始选择 选择你要用什么方式去回应你的环境 逆境可以成为打击 逆境可以成为你的踏脚石 你是有选择权 你也有选择的余地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觉得今天透过这一段经文 想跟大家彼此勉励提醒的就是 我们今年会有很多生命的练习曲 你过去已经学了很多 现在也还在学 但是今年新春让我们一起来学一个 新的功课 这个生命的练习曲 是需要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练 哪怕你已经是音乐家 你还是要每一天练你的基本动作 对吗 哪怕你已经是一个运动家 你还是得每一天锻炼自己 锻炼自己的肌耐力 锻炼自己的呼吸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彼此有一个约定好不好 今年第一个生命练习曲 就是改变你平常回应环境的习惯 把没事有事都喜欢抱怨的习惯改一下 因为表达需要有其他的方式 然后呼求关心也有其他的方式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东西 你用负面表列跟负面陈述 有时候别人纵使收到了 也懒得给你 因为你已经坚定了他们的罪 因为你的呼求里头是控告先到 他收到的是控告 而当人被控告的时候 当人被责备的时候 第一个本能的反应是人性 就是把心门关起来 然后他就会对你所收到的讯息 也做负面的解读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不要再做傻事 不要再过傻生活 把我们的生命态度做一个改变 我们对很多的事情 学习怎么样去表达需要 而却不用抱怨 怎么样跟神呼求 而不是用跟神埋怨的方式 跟你的家人 跟你身边的人际关系 你所看重的关系也是如此 生命练习曲 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基本动作 也从来不是一件可以忽略的事 你花更多时间在那里 它就会变成你的本能反应 你知道肌肉是有记忆的吗 细胞是有记忆的吗 当你反复的锻炼 它就会成为一个本能的反应 根本不需要经过大脑 那如果今年你渴望 你自己的灵命有突破 你自己的生命不要再绕旷野 那你想做什么样的改变 让我们先从第一个练习曲开始 就是停止抱怨的人生态度 开始学习感恩 开始学习数算日子 开始学会用正面表列 来表达你的需求 让对方收到的是你的呼救 让对方收到的是你的关怀 而不是你的控告跟抱怨 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不一样 你的婚姻不一样 你的亲子关系不一样 想学吗 跟旁边的人说要锻炼 我们一起祷告 主书我们谢谢你 让我们知道 其实从创世纪到启示录 你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生命的练习曲 都写在这本生命的说明书里头 主 但是我们巴不得今年 你能够帮助我们 使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在哪一件事上 反复操练 反复学习 让它成为我们生命自然的反应 让我们的性格 让我们的人生都能够不再一样 求你指教我们的心 并且带领我们走前面 这个生命练习曲的道路 让我们在与你同行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体会到那不一样的人生 是你乐意赐给我们的 我们不用等到应许之地 就经历到丰盛生命 是你自己的祝福 这样祷告感谢 奉耶稣基督的圣明 我们一起领受祝福 我愿主赐福于你 保护你 我愿主用祂面上的荣光照耀你 赐恩于你 我愿主眷顾你 赐你平安 阿们